喝了吗 喝了 吃饱了 吃饱了 拿着 好热 大家一天我要水大水呗 尖叫吓到他啊 这个笼子太小 这个小鹦鹉在我们家吃了最后一顿饭 不是 这小鹦鹉在我们家吃了第一顿饭 猫跟口 我是绝对不可能现在给你俩买的 你想都不要想 老妈 世上只有妈妈好 再给我最后一次体会呗 你别跟我俩来这一招 我不吃这一套 如果你真的想养猫养狗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今天你先去上学 我跟你老妈 趁你上载的时候去给你买只鹦鹉回来 如果你没能好好照顾一年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养猫养狗之日 这是我给你争取来的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是能照顾好就买 照顾不好 那以后你再也不要想猫狗的事 买鹦鹉 买鹦鹉 给孩子一次机会 也给我自己一次机会 其实我是挺想养宠物的 但是咱家实在是太脏了 太乱了 这次你别说 欣欣他养鹦鹉能养一年了 他要是能把鹦鹉照顾好半年 我就给他养一只猫或者养一只狗 月月明天上不上学 上学是吧 你季老师都打好几个就你电话问了 我还从肚子好 是拉肚子好了没有啊 怎么还没来上学 慢点慢点慢点 球 这旁边有电铭车 你看着这 哥大姐 我哪知道他突然间从后面过来了 那你要注意一点 这像这种电铭车 你一开我觉得该急死了 但是我开着车 你一直在那里 爸爸爸爸 干嘛呢 我在重床交通修事 你说吧 一句话都不说 你走吧 你爸还忍不住的 我是不是要上高架了呀 对 到前面拐弯走中间路上高架 现在就拐吗 拐 你要走红绿动吗 不用动 这么快吗 对 你拐吗 这种洒展的路还得老苗来开 我刚刚在这里开 人家车子一会儿出来 会车我都不敢开 大了方方开没事的知道吧 你在旁边一丁一扎的 我又害怕 你看嘛 还怪我一惊一乍的 哎 没人就是你的 你看这拉不出来使怪地球没有吸引力 哈哈哈哈哈哈 这种是虎皮 这个是和尚 这个是玄凤是不是 哇 这个好可爱 这个好像八哥一样 我感觉这个挺漂亮的 花花的 哎呦 你看 他很亲切我对于我 你看 就这一只吧 这只多少钱 两百只 优秘的 这只照顾 鹦鹉已经买好了 买了一只玄凤的幼崽 两百三十块钱 加个笼子 一共是三百块钱 他的头发非常像我的发型 哎 给你这个脸上 这个脸上 看他非常有演员 刚刚一直趴在我胸脯上面 欣欣 走 什么样的 鹦鹉已经买了哈 啥样的鹦鹉 你回家看就知道了 给你保持一点神秘感 还跟我同学说呢 哦 这小的还是大的 我现在不揭露 它是大的小的什么颜色 你自己回家 回家看 哎呦 现在的然后还吃我 又怎么了 我看着每次 别人家都可以养虫物 哎呦 乖乖 这给他买个虫物还 多愁善感起来 哇 小丁火 他可能被我吓了 他现在才一个多月 这才一个多月 都小猴了 他还是营幼了呢 现在我们要给我们家的新成员 吃第一顿饭了 15毫升 奶腿已经冲好了 来吧 小宝贝 不要怕啊 不要怕啊 到爸爸这来 喝了吗 喝了 吃饱了 吃饱了 拿着 我没有个人 哎呦 你拿嘴呗 尖叫吓到他啊 这个笼子太小啊 这个小鹦鹉在我们家吃了最后一顿饭 不是 哈哈哈哈 这小鹦鹉在我们家吃了第一顿饭 好 那就这样 我们也不打扰他 我们现在他适应环境好不好 进去吧 让他进去 嗯 进去吧啊 名字嘛 我们就下期视频出 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出 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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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